我关了 所以要把经验传递给外婆 你只要跟那个房子里的叔叔说一下 他会碰到你 你对啊 你跟他说了什么了吗 我是说 如果你敢往往我脸上磨碗 我就往你脸上磨碗 来给外婆加油 来来加油 好 加油加油 来 大家一起上 外婆注意一下 外婆 外婆今天呢 也是有53岁的年纪了 做过铁匠做过木匠 然后还喂过猪 没事吧 右边右边右边 左边左边 我右边边 我先别别 前面前面 前面 往前走 好 哦不 外婆一看就是足球水平差了一点 好 不 在左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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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 赶紧 球也 什么经验 这一块 放肆把球 我后面 抱 抱 她以前呢 是这个 江西省慧昌县 交通局的副局长 也是唯一一个 没有文凭的副局长 却得到了 领导的赏识 因为她 非常的吃苦耐劳 在15岁的时候 就参加过工作 而且呢 做的工作呢 也特别多 做过车工 还有铁匠木匠 还喂过猪 最后呢当上了干部 而且陈阿姨呢 还有一句名言 就是只要家人快乐 她就快乐 加油加油 快点快点 赶紧 外婆真的是特别棒 因为外婆呢 因为自己的老公呢 当时得了癌症 所以她放弃了工作 陪着老公 现在老公呢 依然是非常非常幸福 现在这个时刻 所有的愿望才是最灵的 赶紧再说一个愿望 那在那里在哪里 来老公在那里 在电视机里看着你 老公我爱你 我们来看看下一位 来来来来 下一位 这边这边 大姐 大姐 我是媒婆呀 我跟你说 我是东北过来的 黑龙江那个 我在我们村上 那是相当有名了 我介绍一个 长影学 介绍一个